生活需要美食 美食点亮生活 大家好 欢迎来到日晒房美食生活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东北的最接地气的家常菜 萝卜鹰炖豆腐 这是我小菜园里长势喜人的萝卜 同时我还种了一些 不味吃萝卜的萝卜 对了 就是你看到的这鲜嫩的萝卜叶 我们北方人称它为萝卜鹰 之所以说它是最接地气的家常菜 记忆中它是非常便宜的 记得童年在郊区生活的那段日子 有位邻居一家四口 仅靠丈夫19元的工资来生活 萝卜鹰是他家一段时期的家常便饭 当然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都知道萝卜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蔬菜 可是你知道吗 萝卜鹰的营养价值远远超过了萝卜 反复几遍把萝卜鹰洗干净后 切成一寸长的段 再准备好葱姜蒜 现在我要处理一下豆腐 传统的做法 豆腐是可以直接放锅里炖的 今天我想把它先煎一下 萝卜鹰和豆腐都是非常好的健康食品 但它俩的组合却是一加一大于二 豆腐煎好以后 再准备一罐鸡汤 现在开始做这道菜了 首先把葱姜蒜放入锅中 翻炒出香味 同时加入适量的五香粉 再把洗净切好的萝卜鹰放入锅中 翻炒两分钟后 分别加入适量的盐和糖 翻炒入味 加入鸡汤后 就可以把煎好的豆腐放进来炖了 其实萝卜鹰也是有很多吃法的 它可以炒、炖、蘸酱和做咸菜 但我更喜欢用它做馅 用它做的菜肉大包 比用萝卜馅做的更好吃 萝卜鹰里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丰富的胃C可以润敷养盐 高纤维可以防便蜜 同时还有做消化、礼器、补钙等作用 当萝卜鹰已经炖得软烂 豆腐也已经入味了 这台营养健康又好吃的 萝卜鹰炖豆腐就完成了 今年还是第一次做这个菜 我要开吃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关注我的预算坊美食生活 咱们下期再见吧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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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